我是美玲 每一个女人都会有一个公主梦 希望自己的另一半能够对自己体贴宠爱 如果能够偶尔来点小浪漫就更好不过了 如果每个女人都能够遇到这样好的另一半 自然是再好不过 可是却不是每个女人都能如此幸运的 有多少的女人是在享受着恋爱时的美好的同时 也憧憬着自己未来的婚姻生活 因为女人正享受着恋爱带给自己的美好和新鲜感 所以对于婚姻所面临的问题都会考虑不到 其实不管结婚需要面临多少的麻烦事 只要夫妻两个人能够彼此扶持相互理解 那么一切事情都可以解决 最怕的是男人对很多事情不管不顾 只留女人一个人孤军奋战 在综艺节目婚前21天里面 何文娜夫妻就是因为婚姻的一些事情 而暴露出夫妻之间的问题 而这些问题也让大多数女性吐露心声 这样的丈夫我接受不了 本来对于一个女人而言 都会希望有一天自己生命中的另一半 可以亲手为自己穿上漂亮的水晶鞋 何文娜的丈夫应该也想到了这一点 想要给自己妻子一个惊喜 可是却没有想到弄巧成拙了 何文娜可以说是奉子成婚 因为在孕完期身体上会有一些变化 身体有点水肿 作为丈夫应该考虑到妻子这一点 在买鞋的时候要选择适合妻子的尺码 可是何文娜的丈夫却忽略了这一点 在妻子满怀欢喜的想要穿上水晶鞋的时候 才发现这鞋小了 自己根本穿不进去 原本的惊喜礼物 却让何文娜觉得很失落 从这一方面也可以看出来她的丈夫 并没有对她很贴心 如果对妻子足够关心 怎么会连妻子怀孕 以致脚变大也不知道呢 一个女人需要多大的勇气 才会为了男人决定生儿育女 到鬼门关走一趟 而且女人在孕期是更需要人照顾和体谅的 这个时候丈夫理应时刻关注女人的变化 可是何文娜的丈夫却没有做到这一点 在何文娜做运动的时候 不小心扭到腰 发出爱有声的时候呢 她的丈夫只顾着看电视 完全没有注意到妻子的事情 看到这一幕 很多女人应该都会为何文娜觉得不值 那么怀孕的妻子没有电视重要吗 毕竟哪个女人不希望自己的丈夫 心里面总是牵挂着自己 关心着自己 尤其是在自己怀孕的特殊时期 可是这个时候呢 男人却只顾着自己的事情 对怀孕的妻子不管不顾 这样哪个女人会受得了呢 可是对于有的女人来说 未婚先孕 奉子成婚 就已经让自己在婆家人面前 少了一点点自信 如果此时丈夫还不顾及自己的感情 不为自己着想 就会让女人呢心里焦脆 何文娜的父母和她丈夫的父母 在讨论婚事的时候就产生分歧 对于婚事有不一样的想法 再加上自己的丈夫又不帮自己说话 让何文娜呢觉得快要崩溃了 其实何文娜的遭遇也是部分女人的缩影 是很多女人在婚姻当中所面临的事情 有的时候婚姻并不像我们想象中的那么简单 婚姻总是伴随着柴米油盐的各种琐事 这个时候女人最需要的是自己丈夫 给自己足够的安全感和关心 之后这样女人才会有面对未来 未知一切的勇气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